今天的天气还不错 所以我买了一杯 Starbuck 带着这个 小红来到云顶吹吹风 顺便来讲一下这个 Golf GTI 的故事 我第一次接触 Golf GTI 的时候 是 Mark 5 开着那台车的朋友叫老林 他带着我去 驾这个 Golf Mark 5 的 GTI 那个时候的 GTI 非常非常的原始 非常非常的硬派 所以 那一个时候就让我爱上了 GTI 之后的 Mark 6 GTI 我觉得也非常的激进 到了 Mark 6 之后 他开始变得中庸 那么这个 Mark 8 的 GTI 表现会怎样呢? 今天的影片我们就来讲讲 Mark 8 GTI 先讲一讲 Mark 8 Golf 的背景 Mark 8 Golf 呢 它采用的是 MQB EVO 的平台打造 原厂将它定位成先辈车的 Game Changers 也就是说它要在这个 C Segment 的 Hatchback 里面 杀出一片血路 它在这个架构上面做出了很大的更新 尤其是它的电子架构 所以它的运算速度会更快 原厂表示 因为运算速度更快的关系 所以像是它的电子辅助系统 安全配备 在需要的时候 介入的速度更快 可以保证这台车的驾驶体验 还有你的安全 那么在这个优秀的架构下的 Golf GTI 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其实 原厂把它打造成一台 可以日常使用的 先辈 Hatch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因为这台车 真的是在一般的时候开起来 没有太大的差别 而且如果你对比起 7.5 代的 GTI 呢 这台车 它在硬体架构上面 其实改进并不大 改进在哪里? 一个一个跟你讲 首先就是这辆车的硬件 Mark 7 GTI 的轴距 大概是 2631 到 2637 而这个 则是 2636 为什么它们差距不大? 其实对于这种钢炮类型来讲 灵活性是很重要的 2600 多mm Wheel Base 呢 不大不小刚刚好 它在应付这种狭小的山路 例如说云顶的时候 它 hold得住 如果你要它去赛道的话 那么像是 Serbam 这样的赛道 它同样的也 hold得住 因此这个 2600 多的轴距 对于这种 hold hash 来讲 是黄金轴距 大家可以看一下 目前市场上的 hold hash 啊 轴距都是在 2600 多mm 到 2700mm 之间 所以这个都是它们的共同点 而且也因为如此 我们可以看出 其实它采用的平台 跟上一代的平台 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原厂自然会在一些细节上面加强 例如说悬吊的设定 底盘的刚性 以及焊点的增加等等 借此来提供它的操控表现 我必须讲老实话 Mark X GTI 的操控表现 会比起 7 或者是 7.5 更好 而且开起来 也更轻松之如 第二个 改进的点就是在这个 2.0 公升的 TSI 引擎 虽然排气样一样 但是马力有提升 它从原本的 230ps 大概是 227 HP 提升到了 241ps 大概是 239 HP 左右 除此之外 原厂也针对内部的燃烧啊 进气阻力等等进行了优化 所以它的动力响应会比起 旧一代的引擎更快 加速表现也更好 虽然说两者的 0-100 加速表现 都是在 6 秒 1-6 秒 4 左右 看似差距不大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下赛道的话 因为更好的引擎反应呢 所以这个 Mark 8 的 GTI 它的加速表现会比起 7 或者是 7.5 更好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变速箱也有升级 在 7.5 的 GTI 呢 它采用的是我们熟悉的 DQ 250 6 速的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但是到了这个 8 代呢 它采用的就是 7 速的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DQ 380 值得一提的是啊 如果是普通版的 Golf 呢 它采用的也不是 7 速的 干式双离合器变速箱的 而是 i 信的 8 速自排变速箱 7 速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加上优化的 2.0 公升 TSI 引擎 表现会非常不错 第三点刚才我们讲到 悬吊的调整嘛 这个悬吊除了它们重新去设定它的这个 避震器的软硬程度 跟这个悬吊的这个刚性之外呢 它还继承了 DCC 可调式悬吊 这可调式悬吊可以根据你的驾驶模式来进行这个避震器软硬的调整 其实刚才我有大概试了一下啦 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着一个 DCC 在 Confirm 模式下的表现 如果我不告诉你它是一台 GTI 的话 你可能都不会觉得它是 GTI 因为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先被 Hock Hatch 如果要讲它很好的操控表现 大家都有 但是除了运动跟操控性之余啊 你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舒适性呢 其实真的很难做到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的 Hock Hatch 都在 把它们的定位设定成可以 Daily Use 的 Hock Hatch 但是可以做到那么出色的 暂时只有 GOLF GOLF 的这个舒适模式它的悬吊真的很舒服 不管是你的老婆 你的女朋友 你的孩子 还是你的父母 坐下去 他们都不会 Complain 不舒服 我觉得这个是 GOLF GTI 很成功的地方 至于在运动模式下 这个悬吊就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刚性的增加 它的韧性就不会有那么强 如果说你真的是要进行很激烈的抄家的话 这个悬吊就可以给到你一定程度的支撑性 但是舒适度也会有所折扣 所以你要怎样的悬吊 就根据这个驾驶模式来切换 所以如果你要我 Daily Use 日常开这台 GOLF GTI 的话 我还是蛮乐意的 这个内装的设计 其实也是这个 GTI 最大的改进之一 因为 FORCE Wagon 要电动化 要电子化 所以整个内装包括它的内建的软件设计 其实都可以说是非常的先进 但是先进不代表好用 我讲老实话 我比较喜欢 Mark 7 的内装设计 跟那个内装的质感 这个系统看起来貌似很先进 因为原厂要尽量的把总控台的设计 简洁化 所以取消了很多实体按键 然后都是放置在这个主机里面 或者是放在这边 可是 如果在你一般驾驶的时候 你要调整冷气啊 真的是很麻烦 首先你要按这边 它才会跳出一个界面 然后你还要用手去滑动 你才可以控制冷气的风量等等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很不冷性化 它甚至包括那个冷气 你要吹大镜吹脚还是吹哪里都是要在这边控制 这一点我觉得在驾车的时候你盲操作真的是很不行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系统的这个 Response 其实有一点慢 这个问题也不只是我们combat而已 其实在欧洲在德国 Forcewagen 就因为这个软件的更新优化的进度不理想被消费者投诉 这一点我觉得是还有升级的空间啊 也是相比起起点我不喜欢它的地方 但是其他的细节啊我就满意很多了 这个气氛灯 好看 然后这个小小个的 排挡杆 讲实话这个排挡杆我真的觉得它很cute很可爱 而且用起来的逻辑也很好用 这一点从我第一次见到这个 Mark Egg 的Golf 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了 然后置物空间也不错你可以看到水杯我要怎么放就怎么放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置物空间我可以放皮包啊 我可以放我的手机 然后下面打开它还有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机座 基本上的功能都不错 椅子的部分 讲实话我比较喜欢普通版的Golf 这个GT-R 椅子不是不好 你可以看到很多种颜色搭配透气皮什么 可是 这个视觉效果还是普通版的Golf 比较好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啊 不过做起来 包覆性等等都很好 完全就是一个赛车椅的感觉 如果你真的也是要下Track 的话 哇这个椅子真的是够了 短轴距 Handring 好 车灵活 但是空间表现可能就稍微逊色一点啊 你看 我的标准坐姿 然后这个后面的这个空间大概只剩下一个拳头 坐两个人还是OK的 另外它还有这个 中央鼓起的面积 因为它有个Golf R 的版本 那个有O-wheel drive 所以需要一个传动轴 所以中间这个位置 吃掉了不少 个人觉得坐两个人还是没有问题的啦 然后它中间还有一个中央扶手 可以让你放杯啊放手等等 坐两个人没有问题 坐三个人的话就稍微压迫了一点 而且这个冷气出风口啊 它还可以调整温度 只是不能调整风量 所以其实严格来讲它算是 三驱的空调吧 稍微讲了讲这一个 它的改进啊 然后我不喜欢它的地方之后 接下来就要讲到最重要的驾驶感受了 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Hall Hatch 但是我也很讨厌Hall Hatch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Hall Hatch 的弦调通常都会比较偏硬 然后影响了舒适度 虽然讲这样子的设定操控表现会很好 可是就会影响到你的乘客的感受 这一台Golf 让我最喜欢它的地方 就是它是一辆可以daily use的车 因为这台车其实我也开了几天 然后在Comfort 模式下面 我觉得这个Comfort 模式下的Golf GTI 跟一般的Golf 没有太大的差别 动力很柔顺 然后悬吊的软硬程度刚刚好 座椅的包覆性也很好 就算是我开着它做长途驾驶 驾久了我也不会腰酸背痛 这个是我觉得这辆车难能可贵的地方 就像我影片一开始讲的 Mark 5 GTI 很 rough Mark 6 GTI 很激进 Mark 7 的 GTI 开始中庸 而这一个Mark 8 呢 就是集前面三代 GTI 的大臣 它可以很 rough 它可以很激进 它也可以很中庸 听起来感觉很矛盾 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此 它完全可以做到你要的要求 而且我发现这台车 其实有一个很古怪的地方 其实刚才我来云顶的时候 我是开着Sport 模式来的 我觉得Sport 模式下 这辆车让我有一种 handle不到的感觉 说不出的怪 感觉它会有蛮明显的 推头的感觉 所以我一直上山 我Doxx 维持70-80的速度 这样来上山 但是当我切换去这个 Comfort 模式之下 我发现 Comfort 模式的驾驶感受 竟然比起Sport 还好 可能是因为云顶山路的关系 所以这台车 用 Comfort 模式上山的话 它更灵活 更线性 其实里路上速度还可以更快 这个是让我非常讶异的地方 因为一直以来运动模式都是要让人比较激进的驾驶 但是实际上 这个 Comfort 模式可以让我把这辆车发挥到更好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的设定 真的是很难能可贵让我很喜欢很喜欢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我想聊一聊 为什么 Volkswagen 把这个 GTI 做得比较家庭车 我们都知道 Golf GTI 是一辆全轮钢炮 其实如果要讲全轮钢炮的话 它的主要对手可以像是 Megane RS 然后这一个 CV Type R 等等 大家都可以发现 前驱的这个钢炮车型都不会把马力做得太激进 这个是因为 如果它只是存全轮驱动 它的扭力太高很容易出现 Torque Steer 的情况 其实在以前我开过上一代的 Megane RS 上一代 Megane RS 让我最印象深刻的不是它的操控 不是它的硬派 不是它的 Handring 而是它的 Torque Steer 既然前轮车 扭力马力太大会 Torque Steer 那么厂商只可以在别的细节上面进行加强 例如说这款车 它 可以硬派 可以家用 你要激烈驾驶它可以 你要日常驾驶它也可以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Golfe GTI Mark 8 难能可贵的地方 我敢讲 目前市面上前驱钢炮 很少有做得到这样子的水准 这个也不是他们特意要去做家用 他们只是想让更多人可以去接受 GTI 的魅力 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的设定 可能如果你是老 GTI 车迷的话 你应该没有办法接受它有这样子的转变 但是对于新一代的 GTI 车迷来讲 这个才是它的魅力所在 其实这台车发布之后我有看到网络上很多人的回馈 其实它跟 Golfe 7.5 相比它没有太大的进步 不管是外观的设计车身池嘛 甚至是一些硬件细节好像都没有差远 但是实际上它改变得非常的大 这个真的是要你去驾过才知道 没有驾过的话你真的不会感觉到这个 Mark 8 进步有多大 我可以讲它是我在 2022 年里面 印象最深刻的其中一款车啦 但是你要我讲的话我还是有点要吐槽啦 吐槽大会开始 第一点 我之所以喜欢 Golfe GTI 的原因 就是因为在国外它有那一个 3.4 的 Ford Light 那个设计真的很好看 可是马来西亚版本没有 而且马来西亚的版本 没有了这个先进安全配备 我觉得这一点让我有点难以接受啦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先进安全配备已经是很多车的标准配备了 可能你买一辆六七万的车都有 但是这个211千的 Golfe GTI 居然没有 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是 CKD 的 给一下这种配备应该也没有问题的 好啦以上就是我从 2012 年结出 Golfe GTI 之后 到现在 10 年来我对 Golfe GTI 的感受 还有我对这款新车的看法 你问我会不会买这款车的话 我是觉得如果我有 budget 的话我会考虑啦 因为它真的可以符合我的要求啦就是可以 daily use 可以热血 可是 它也有不足的地方啦我真的是最不满意那个冷气 OK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如果你赞同我的看法也可以留言和我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如果我们下一次的影片 说句话 如果我们下一次的影片 按一下 可以分享一下